这家上营理发店位于杭州更山西路上 小杨说5月初他在店员的推荐下 购买了价值288元的体验卡 没有实体卡片 可以在5个项目里选3个来体验 然后就选了一个去班的 然后做了之后 他跟我讲 这个可能没有办法一次性做完嘛 怎么怎么的 反正就要交1万多 后面我就交了嘛 我想到来都来了嘛 人家也给你做了 就来为情嘛 小杨说交了钱之后 店员又向他推销道 以后总要在这里继续做的 不如再办一张会员卡 这些项目都是打折嘛 然后又可以免费泡澡嘛 都是人定制的怎么怎么 做了半天嘛 最后交了1万块钱 5月底小杨来体验免费泡澡 结果被店员说 背部皮肤不太好 夏天穿路背装不好看 他说我身上有满虫 然后要给我去满虫嘛 就也没跟我说要多少钱 然后做完之后 他跟我讲要交一万两千八 我说你要扣的话 就从卡里面扣 我说这没有那么多钱 他说不能从卡上扣 他说你这个 你这个是拆套盒的 我就说要不就做一次嘛 然后他说你做一次的话 也是一万两千八 小杨表示对方都是做完项目之后 才告诉他要交多少钱 也没有出示过价目表 单位领导听说这件事情后 过来帮他协调过 还报了警 但最后双方还是没能达成一致 小杨说他不想和店长扯这些无中生有的东西 他倒是想问问店长 为什么两万多块钱花出去了 店里连价目表都没给他看过 做之前有没有给他讲过 做之前给他讲过的呀 那你们有没有给他出示过 就有没有给他出示过价目表呢 出示过的吗 没有 我也没有看过 那你们价目表在吗 或者说 价目表在吗 上面是怎么写的 我跟你再说吧 因为我们跟他说过了 如果他有什么不满意 他自己过来 我们可以给他解决 给他弄好 他说要用之前冲到卡里面的钱来付 然后又说不行 那那个又是什么情况了 这个东西 有的东西我们不太清楚 话还没说完 店长走到了店外 那你们这个价目表在吗 这个东西我们都录好了 放心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 那他做之前跟我讲 要让他做 我肯定不会做的 我都没钱 我怎么可能做 第一天我都欠了五千块钱 我不可能会做的这么贵 电话接完之后 店里的价目表 还是没有看到 不过店长表示 退钱的事情 他们可以私下协商 小杨同意了 后来小杨反馈 对方退了一万块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